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霸 對於一個獨自記錄生活的影片創作者來說 定點拍攝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在戶外 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 要克服自己舉起相機的尷尬感 以及他人的眼光 我覺得才是問題 那現在能夠記錄生活的設備很多 像是相機、手機、運動相機 其實都可以 而且畫質都還不錯 但現代人對於相機、手機都太熟悉了 你一舉起來 大家都知道你在拍片 都會刻意地去閃開你的鏡頭 那我會覺得有一種帶給別人困擾的侵入感 所以Insta360 GO3出現了 它用拇指大小的體積 把相機的存在感壓到最低 那它的背面能夠磁吸 到處都能吸 再加上Insta GO3原廠的一堆配件 更是把模組化的概念做到極致 比如說像這樣 或者是這樣 而它的翻轉電池長 你把它裝上去 就會立刻變成運動相機模式 甚至這塊帶螢幕的電池盒 還能夠當作圖傳遙控器 你拿來看構圖、調設定都很方便 針對各種需求 Insta360 它也準備了各種套件放在官網上 讓各路的創作者 都能夠滿足每一種拍攝情境 好 前言說的有點多 我們接著就直接來開箱吧 Let's go 我手上的是 Insta360 GO3加旗形套裝 整套配件洋洋灑灑的配件如下 我在雙11那時候購買 滿便宜的 Insta360 GO3的操作很簡單 這邊有個實體開關 你單按它一下 它就會自動開機 並且開始拍攝 那它的視角非常廣 你可以直拍 或者是橫拍 它的畫質最高是2K GO3的背面有自帶磁鐵 可以吸在各種的鐵製品 比如說像冰箱啦 汽車啦 電線桿啦 手推車 標準套裝裡面 其實就有附上這個磁吸掛繩 你平常 就可以把它掛在身上 像這樣 吸住 那你日常出門就可以用磁吸掛繩 像這樣把掛繩藏在衣服裡面 隨手一吸 你就可以立刻拍攝第一人針視角 那如果碰到不能吸的材質的話 那原廠標配也有附上這個 可重複黏貼的吸盤 可以讓你到處貼 然後到處固定角度去拍攝 就很方便 而且它的收音說真的也還不錯 雖然不能跟專用的麥克風相比 但至少它是可用的 有沒有 像這樣子我去餐廳吃飯 然後我把掛繩跟購山這樣子搭配 就可以把相機的侵入感降低 真的是太重要了 像這樣子去拍一下Vlog 紀錄生活的小片段 就很方便 而且像我假日都會跟兒子去公園 尋找法鬥 然後跟他們玩 那以前都是一手抓相機 一手摸法鬥 那現在我兩隻手都可以騰出來 那你在拍攝的沉浸感也會更強 那也不用怕相機掉落 購山的拇指機身加上防水 就可以讓我拍攝更多以前不可能拍到的角度 那整個畫面就會更有沉浸感 那Vlog的畫面看起來也會更有意思 認識我都知道其實我本身很愛跑步 那也很愛參加馬拉松 之前我也想拍一些參賽的紀錄 但是跑步本身很難帶相機拍攝 就連GoPro或手機我都覺得太大 而且跑起來很狂 這時候你用Go3搭配它的簡易甲 你就可以直接夾在帽子上面 那建議夾在貼頭皮的這一面 而不是夾在帽圓上 那拍攝起來 穩定度會更加提升 如果你是玩滑板 電動滑板車 也是OK的 那Go3的定位 其實就是運動相機 本身防震還不錯 也有額外的真吻模式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這個畫面看看 我買的這一組旗形套裝 它就有附上一組背帶系統 以及龍頭夾 那我會覺得它的扣具是非常穩 那你裝上它之後 就可以用第一人稱視角 去拍攝你想要的畫面 那它真的是非常的穩 非常防風抗震 那你假日要出去跑山道 記錄一下第一人稱的畫面 也非常不錯 Go3的電池續航力 大約可以連續拍攝40分鐘的時間 但實際上如果你有在拍片 就會知道 我們在拍片都是 一小段一小段的素材 去拍攝剪輯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搭配 它的電池艙 這樣加起來大概可以用 一整天的時間 真的是沒有問題 那當你拍攝完成之後 你可以用手機下載 Insta360的App 進行快速編輯 那你可以把你要的片段 影片素材選起來之後 那它有模板可以讓你套用 可以迅速套上濾鏡色彩 文字音樂也可以選擇輸出的時間長度 好最後來總結一下 Insta360 GO3對我來說 它的定位是最無感的第一人稱運動相機 它在陽光下的畫質很不錯 銳利度很高 不過在室內的畫質說真的就普通 拍攝能力大約是中階手機的程度 蠻吃光的 算是晴天機 但坦白說我不是很在乎畫質 因為我隨身也有帶手機 手機相機的畫質都會比它好 但它的優點就是小 可以掛胸口 可以讓我騰出雙手 可以用各種角度拍攝第一人稱視角 我覺得拍攝Vlog要克服自己的尷尬感 以及別人的侵入感 真的是比較重要 不要說拿起單眼在那邊講話 一般的情況我光是舉著手機 自己在那邊自言自語一兩分鐘 我都覺得好多眼睛在看 到現在我還是無法克服這個感覺 所以比起不能拍不敢拍 GO3以拍攝短素材來說 畫質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 Insta GO3要怎麼選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怎麼選的話 建議都先買標準套裝就好 因為標配 一定會有這幾樣東西 基本上它的標準配件 就可以覆蓋 生活 運動 登山之類的需求 那我額外加購了這個騎車套裝 為的就是它可以 扛風 抗震 不怕掉 但如果你只是為了 胸前的視角 額頭上的視角 那你用標配的這些套件 就可以了 再來講到容量的部分 我覺得GO3買64G應該就很夠用了 因為我們大多數的時間 都是拍攝短素材 大概是10秒到30秒 這樣子的短素材 去拼湊成一支影片 那它的容量佔不了太多 那再加上它的傳輸 其實都靠無線傳輸 傳輸到手機 就算你用USB去接電腦 那它的速度瓶頸 其實也都卡在金屬接點這邊 那你在做大容量拷貝的時候 就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我的使用習慣都是 當天拍完的素材 當天喘 不會把素材 累積在GO3裡面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 對insta360 GO3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优优优优优独播放